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根据日本防卫省 和台湾国防部的消息指出 解放军辽宁航母编队 已经穿越第一岛链 进入了西太平洋 根据日本方面所拍的照片显示 除了航母辽宁舰以外 还有四艘导弹护卫舰一起出发 分别是组装艦、日照艦、西陵艦和桂阳艦 以及有一艘综合補级艦呼伦湖艦 到底在辽宁艦上有什么战机呢? 原来出现了一架纤15蓝载机 以及三架直18直升机 今次是辽宁号 自从服役以来第三次进入西太平洋 前两次分别是在16年和19年 这一趟都很明显 就是要趁美军在相关海域所部署的四艘航空母艦 都是爆发疫情的时候 就要进入海域当中展示一下军力 摆一下姿态 因为目前美军的四艘航空母艦 都是要靠岸进行隔离的 目前罗斯福号就在关役那树进行防疫工作 雷根号就在日本的横衰贺港隔离 至于卡尔文森号和尼米茲号 就在美国本土那树被发现爆发了疫情 于是就不能使出软阳 而史坦尼之号就在军港那树大树 于是乎目前在西太平洋 就得回辽宁号一艘航空母艦 只不过美军见到你这些行踪 都不是傻的 他们亦都是不甘示弱 早前国防部已经向他所谓的潜在敌人 发出一个重要信息 要求他们不要错判形势 在解放军的辽宁艦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的同一日 美军的飞弹驱逐艦贝瑞号 就提前了日程 就是要较正在同一日 穿越台湾海峡进入南海 目前这艘贝瑞号 就是美军在南海海域唯一仍然在运作的艦艇 除此之外 美军已经连续三日派出电子偵察机 飞越台湾南海域 凡此种种的行径 其实都是对老解的一种无声抗议 你懂得驶入西太平洋 人家一样懂得在你家门口执行任务 其实美国国防部早前已作出一个不点名的警告 警告他那些潜在的敌人 他没有开名的 就说不要错判形势 美军目前在台海和南海一带的部署 以及他们所执行的任务 相信就是和这个警告互相呼应 接着就想说一下美国众议院的情况 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斥责世卫组织 以中国为中心 威胁要削减对世卫的金钱援助 美国众议院现在轮流地参与声讨世卫组织 以及他的总干事谭德塞 首先有这个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 他斥责谭德塞对于台湾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而且他还呼吁谭德塞应该去台湾那边看看 即使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的架构以外 但仍然保持良好的防疫纪录 至于另外有几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写信要求谭德塞解释 到底世卫的官员是否基于全球所有国家的整体利益行事 或是单纯照顾某些国家的利益 这几名众议员提到 说他们关注到世卫组织不再是为了全球所需而服务 而是纯粹听从中国来行事 在危机出现的时候 世卫一直避免怪罪中国政府 背后其实是由中国共产党政权操纵 谭德塞身为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竟然公开称赞中国政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 具有高透明度 而事实上 这个政权不断向全世界讲大话 门报漏报他们的真实情况 以及个案数字 这几名众议员提到 美国纳税人对世卫真的贡献良多 单计美国的捐款 就已经占了世卫整体经费的百分之十七 美国纳税人的钱 就是要来资助那些 能够为全球各国利益服务的组织 而不是资助那些 只是懂得服务中国专制共产政权利益的组织 这番的说法 其实就是已经附和着特朗普总统 他关于削減世卫金援的方向 可以肯定的是 就算特朗普总统基于种种不同的因素 比如说贴近总统大选的时间 或者是目前的疫情仍然相当严峻 而未能够另起牢骚飞起世卫也好 他仍然会有一个折冲的方案 就是大幅度削減对世卫组织的援助 这个都可以肯定 因为不单止有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出声 而是连民主党籍那些都已经开声了 基本上美国朝野两党 就着削減世卫金援的议题上 爭议不大 都很大机会是势在必行的 接着又说说本地的情况 今天许冠杰歌神在网上开演唱会 行政长官林郑急不及待地走出来抽水 就说支持别人 到底他怎么说呢 他说完以后马上就被人骂 他就说 今天下午大家更有理由安助家中同心抗疫 因为歌神Sam虚虚冠杰 举行他的同舟共济网上演唱会 为香港加油和大家打气 近年Sam再次在红馆开秀 我也获腰出席 和过万名的粉丝欣赏他和阿伦的乐力演出 有些和老友重聚的感觉 我认为粤语流行曲仍然大有可为 而香港制作的高质素演唱会 也将会是我们经济迈向复苏的重要元素 今天大家在网上欣赏Sam的歌声 记得他那首同舟共济的歌词 香港是我家 怎舍得失去他 这番说法又被人连环狂咬了 首先就是 我觉得你在那里抽别人的水 不是这么巧 而且还贴了一幅图 就是当年 譚詠麟、曹皮鱼和许冠杰 一起开演唱会 阿Sam与阿Tem演唱会的舊照 故意把曹皮鱼和许冠杰 联系起来 令到很多市民反感 首先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林郑不懂就扮识 还说粤语流行曲大有可为 我告诉他 自从1997年后 粤语流行曲就是一潭死水 这是连王瞻那篇毕业论文 也是这样写的 那篇博士论文在04年发布 经过历史沉淀和验证之后 就发现到 他当年判断就是有先见之明 就是判断正确 在论文当中他提出了 有两个因素 是导致粤语流行曲走下坡 第一个因素就是判断 判断是什么时候最活跃 就是1997年以后 那为何1997年以后 那些判断可以开到整行整市 又可以租地方 然后警察又没有去盖当 好像一只眼开一只眼闭 那为何又不见有香港警察 走去大举掃党 任由他继续开铺赚钱 到底这些判断从业员 背后是哪些人来操纵 大家想就想到 是不是1997年以后 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让他有一个适当的转型 所以任由他在社区开这些盗版 结果阴干了香港的流行乐坛和电影业 从此一决不振 没办法再弹起了 你为了一时的维稳 而去牺牲整个流行文化产业 你特区政府是不是要负上责任 你现在还说粤语流行曲大有作为 当时人家卖盗版 为何你不去掃党 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因素 自从2008年以后 大陆的娱乐事业发展相当蓬勃 开始引进了台湾的节目 然后就回去了 又搞那些什么中国好声音 又搞这些搞路 结果 全部那些艺人就北上银食赚人民币 这个就是第二个因素 这件事怪不得人 因为人望高处 身为一个演艺人员 他不是单纯为了什么理念价值 他也要赚钱 当他北上能够挖到第一桶金的时候 原来赚到人民币是这么和味的 他当然就会继续泥足深陷 继续北上挖金 久而久之 你原本的市场就丢空了 你看香港 去年有多少首粤语流行曲 去年有多少纯港产片 对比起九七以前 根本上就一落千丈 就已经宣布死亡玩完了 久不久有些好歌 一两首有屁容 去年最出名的那首 根本上也不是商业歌曲 那首叫做《愿荣光归香港》 第二首叫做《肥妈有话宜》 全唱度真的相当高 但就没有了商业价值在里头 林郑还说粤语流行曲大有可为 麻烦你收档 不要抽这些水 回家睡觉 他还好笑说 许冠杰那首《同舟共济》 这首歌正是令到有部分人不满Sam的原因 因为里头有一句 《实在极不愿移民爱国做二等公民》 后来Sam去了边署生活 他的儿子又在边署生活 拿的是什么护照 是不是 林郑举这些歌词 他有很多歌 不用举这首 好 蛋又如何呢 他走出来澄清 因为看到网上有些人咬Sam 他说 时间越近的时候 演唱会的反应在网上看到越来越虚陷 而且有很多具争意性的看法 他说 演唱会初冲只有三个 第一就是支持通理琴行演唱会的手足 第二就是为香港人打气 第三就是唱给全球听 只有这三个初冲 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他控制不了 他就会继续做好的演唱会 其实就是不点名地回应林郑那些抽水 不是回应谁 好了 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